在太阳花学运即将要退场的前夕,民进党内部也涌现要求检讨的声浪。 中常委谢长廷指出,他担心民进党面临了被边缘化的危机。 不过立法院党团总招柯敬明则是反驳说,民进党立委不只是只有顾门口,他们从头到尾都跟学生彻底的合作。 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则说,不管是当年的野百合学运,还是这次的太阳花学运,民进党都是退居第二线,这是为了避免让国民党把学运操作成蓝绿对抗。 太阳花学运周四将退出立法院议场,不过民进党内也开始出现批判检讨声浪。 民进党中常委西洋庭9号参加中常会前表示,民进党不应该只扮演看门守护学运的角色,他担心民进党会被边缘化,西洋庭还建议党中央举行党事大会。 这有点边缘化嘛,这很明显嘛,就是说作为一个最大的反对党,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不只是这样嘛,不只说去替他们看门,而是做一些守护的动作。 不过民进党团总招柯敬明队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。 那是看不懂人在讲话,这次和学生是彻底合作的,事实上民进党不是只有坐在门口的位置。 因党内要求检讨声让,民进党主义斯文昌主持中常会时,让所有中常委畅所预言,斯文昌强调不管是太阳花学运或野百合学运,民进党都尊重学生退居第二线,不希望学运被操作成蓝绿对抗。 孙昌最后才是,要求民进党各个部门在下周中常会提出民进党改造行动方案,包括未来改革讨论的议题,形式或参与的对象,希望能找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。 孙昌天进一步建议,民进党应该开放社会大众,对民进党提出挑战以及建议。 记者张志雄,林志坚,台北报道。